娃娃機台內 零食 玩偶 泡麵 應有盡有 產品 琳琅滿目堆得滿滿滿 新主持娃娃機店 在疫情之後 如雨後春筍 越開越多 以前是吃了很多 但是娃娃機有增加就對了 也有 接近竹客的金山街一帶 同一個路口 一家 兩家 三家 再繼續往下走 又看見好幾家 不同意望多市餐飲業進駐 如今搖身一變 通通成了娃娃機店 全英新竹市 近年房價高漲 老舊商圈蕭條 有許多閒置店面 由於金山街 鄰近台積店 許多剛就業的工程師 在這裡租房子 被稱為竹客新手村 除了餐飲業之外 娃娃機店特別多 短短四百公尺 就有將近十家 密集度相當高 去年下半年一口氣新開八家 總台數增加一百八十機台 這也是我們新竹市的一個特殊的現象 那娃娃機又具有療癒 紓壓的效果 那因此也吸引科學園區的年輕人 來這裡消費 娃娃機店工站竹客 也能從娛樂稅看出 根據新竹市娛樂稅統計前三名 第一名是KTV市庭歌唱業 第二名則是電影業 俗稱娃娃機店的選物販賣機業 則位居第三 寄下高爾夫球場 去年的娃娃機就增加了有三十九家 成長的三層達到了一百六十五家 那台數部分也增加了一千七百七十六台 疫情之後宅經濟盛行 實體購物店面減少 取而代之的是經營模式 單純的娃娃機店 目標搶供主客人放鬆 紓壓的娛樂賞機